天上飞来一只熊 落地宝箱 不要怂 拿把洗澡枪之后该干什么呀 好啊 这个时候就有人问了 他们不会过来追你吗 肯定不会啊 谁会因为一棵树 放弃整片在垒啊 这等我又去拿第二把洗澡枪的时候 当时发现有一个轻摩托的 他走得挺好快啊 就这一步套路 是我自己能打出来的吗 肯定不是啊 这不就是因为他自己接得好啊 马上就有两把洗澡枪了 这个时候就有人问了 为啥你一直职注于洗澡枪 是为了里边的物质吗 不是 我是为了快乐 那我拿两把洗澡枪叫啥呀 这叫快乐的加倍 我不管你历史学得多好 兵法读不多手 但是当你看到那两把洗澡枪的时候 你脑子里就只有一个消防 那就是 大死那个鬼神 你别笑 这个时候过头也是下来了 虽然我对日本的装备一点都不感兴趣 但是我拔着这水拿着两把洗澡枪 我奖励我自己一下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哎呀嘛真小 这个时候 人家一个满面队 他们是来干啥的呀 难不出是来 寻找快乐 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啥呀 这个叫快乐 行为求 我 刚才右边 有个小的在打我 可是我找不到他 那我能怎么办呀 只能让你们大人气吗 这叫啥 这叫双开转移 这小的那个单 你动不动的 你吓掉哭了吗 哎 你害打我 害打我 你这是 路见不行 一生吼 该出手时 就出手 但是你没人 你打错人了吗 我一个 他们满面 你不操作 我不小心 面子一个满面队 他们四个人过来 打我一个 没打过 这有啥 这有虚招声势 就当我过来追 用的那个小子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开着摩托车 又要转移的 那我今天能奉务他吗 绝对不行 我必须追上他 把他给打走 然后告诉他 你咱们要抗起了 你咱们要 抗二楼 你小子 我的天还挺猛 你打中火烟枪 行不行 总共就掉了这么点血 还这么下车出来的 这一波操作 是我打的他这个人吗 不是 是他在废墟 对我的压迫 消极了那些 欺负我不喜欢我的人 啊 而那些嘻哈我的 我不说 你们都知道该干啥了吗